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说什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 凭记制 反网步 好,今节就是世界时事多合一 第一则新闻就来自 乌克兰的 乌克兰总统扎尔斯基 其实亦都今天说 俄罗斯就不断向乌克兰的能源基建发动攻势 已经令到450万人 这些乌克兰人没电用 俄乌双方持续交手 但是 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前线 的战程未出现重大变化 双方在南部的战略要地 赫耳重舟 都准备 大干一场 扎尔斯基就 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就说 我们会有450万 但乌克兰人 暂时要经历大停电 他亦都说 俄方 能源 的这些基建破坏 就是对我们威胁 其实 他就说亦都显示了俄罗斯的弱点 因为他们没办法在战场上 击败我们 所以 只可以 用这些方式来打击我们 但是他实质 有没有效果 都是有的 是吧 另外 俄军这几个星期就多次向 乌克兰发动无人机攻势 令到 一些乌克兰的电力基建 受到 大力破坏 似乎 是希望 改变乌克民众和其他轮角的态度 令到他们 是反对 在 冬天的时候作战 另外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些空中行动在过去一个月 已经摧毁了大概 是三分之一的发电站 乌克兰政府已经呼吁人民 尽量节约用电才行 另外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他在七大 工业国 集团 G7的会议上就说 G7 已经 提供 电机 和 暖气设备等等的物资 这些会不会是中国买的 可能也是 协助乌克兰 是到过这个冬天的 你一说到过这个冬天 当然这些就是对乌克兰的援助 但是 扎尼斯基应该有件事很担心很害怕 而且他最害怕的 是什么 中期选举就到了 我们节目出现的时候剩下三篇 中期选举 一个最新的民调显示 共和党起码会赢 这个众议院的 而且 共和党的选民 反对援助乌克兰的比例是大增 现在已经是到差不多一半 是到百分之四十八 这个是 富比斯雜誌讲 最新的民意调查 如果 最后他超过 一半的话 喂 共和党可以说 我信应民意 只可以对你们援助减少 是绝对可以说 因为真的是民意 是呀 是呀 当然我们说了一次 不是说他对 但是 亦都说的事实出来 就是 偶战争 是抗日持久 所以大家 对于援污的态度 真的会疲累 虽然多数美国民众都觉得 是要支持乌克兰 但是 相关的看法 其实 亦都呈现了 党派的分歧 共和党人 就越来越多人 反对无底线地援助乌克兰 就是之前 麦卡锡 就是这个 共和党的一个很重要的 叫做 领袖 亦都说 我们不能给 空白支票给你乱开这个银马 乌克兰的 军事和财政援助 在11月8日之后 我相信也有一些变化 我相信有一些变化 10月8日之后 亦都可能 共和党上台 众议院很多的共和党人 已经对于持续不断的 援污 是不耐烦的 因为 在高通胀和经济压力之下 首先要顾点国内因素 所以 很难说服他们 好像拜登政府 现在大量向海外支出 另外 认为 美国 援助乌克兰 过了头的整体民众 是由 3月份的时候 只有6% 现在 是有30% 当然 这批人主要是来自共和党的选民 而且48%的共和党选民 就觉得 美国援助实在过多 如果再上到 多两个百分点 或者 多于两个百分点 那就是个半的共和党选民就觉得援助过多 到时 他们的共和党人 当然是众议员 那就可能 我们停一停想一想 原来 之前 共和党选民 觉得 援助乌克兰过多的比例 原来都只有6% 现在48% 大增42% 现在 受访的共和党选民就认为 本来 当时就有 有61%的人觉得 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现在只有17% 这次的民调也显示 整体受访的人士来说57% 支持继续向乌克兰提供 财政援助 反对的是37% 81%的民主党选民 就支持格外援助 但是 支持的共和党人和独立选民 只有35%和45% 好似 这个 华尔街日报 就访问了一位选民 叫做 Kellie Carpenter 卡本特女士 54岁 来自墨苏里州 他在公司里面做会计 他就说 乌克兰 自己应该搞定这场战争 不应该 是什么都找我们 我们自己的事情已经很多了 乌克兰自己搞不定 阿哥 他就是搞不定 他就说 我们美国人自己的事情也很多 好像 越境的移民 还有 犯罪率 通货膨胀很夸张 任何政府都应该先照顾好自己国内的民众 另外呢 另外有位 来自德州的 选民叫拉莫斯 拉莫斯这些是拉丁瑞人 他自称是民主党的选民 今年33岁 他就在学校做老师 他就说虽然他支持继续援护 但是 直接游关美国本土的事务 应该是first priority 就是首先要做 在美国自身开支 需求和援助其他之间如果真的要选择 拉莫斯先生也说 真的对不起 也只可以先照顾我们美国人自己 今年 2月24日就有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拜登政府已经提供 乌克兰各项安全援助 超过180亿美金 乌克兰的总理 记住总理不是总统 总理 薩米加尔近日 又因为 乌克兰 又是叫拿钱 乌克兰表示 就说 现在老战争已经 令到我们35%的经济被破坏 富裕西方 再给多 170亿美金才可以暂时纾困 更加向美国开口 就说 美国起码明年每个月都要给15亿美金 我们才可以维持到政府支出 因为每个月都要拿钱 拿装备 拿军备 所以 大家听到可能很厌 真心说大家 正常人 在 这样的时势之下 都是要 想一想自己的荷包 我经常说这件事就是 人性 我强调人性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人 当然有些人是高大上 有些人 是伟光正 有些人是无比伟大 但是 更加多的小市民 就是想顾好自己的家 是吗 顾好自己的家 除此之外 援污 我觉得是合理的 美国国会里面 对于援助乌克兰 其实都已经出现了裂痕 众议院很多共和党人就觉得 将钱 是 用来对付中国 或者应对国内的经济危机更加好 其实对付中国 都是傻的 搞定自己先 根据 非两党的独立 民意调查机构就分析 共和党 极有可能在中期选举 取回众议院的多数 目前 众议院的少数 党领袖 刚才我们说的 麦卡锡先生 就是共和党籍的加州联邦 参议员 他就 如果按照这个势 他就顶求了佩洛西 他就顶求了佩洛西 麦卡锡说的 因为他极有可能 如果不变的话 他还是 共和党的参议院领袖 他就顶了佩洛西的位置 那当然是很大权 美国是排前三的 权力 他说的当然有份量 他上个月也说共和党如果 是 赢得 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值的话 绝对 你记住他绝对不会给乌克兰 一张空白的支票 任他开银马 后来他也说 共和党内部希望 撥给乌克兰当局的款项应该受到更加好的监督 他就说不是不给 但是更加好的监督 肯定会削你一点点 可能多多 不知道一点点 可能多多 所以我觉得 扎尼斯基最害怕的 都不是 其他可能最害怕就是 没有了美国的援助 你记住 美国换了一缩水 其他的盟友就说 哎呀大佬都给那么少 我们 无能为力 可能 一个叫骨牌效应 所以 11月8日之后就相当重要 当然我是相信 共和党应该是取得 这个 控制权 我相信 最乐观是两院 是的 众议院应该是取得到的 刚才我说了 其实众议院议长是他 他还不是参议院 众议院议长 如果麦卡锡 是没有变动的话 共和党也赢了众议院的多数值 他就是众议院议长 小妻 拜拜 其实我觉得 因为他先生这么大件事情 我相信 退下来专心炒股 可不可以学汪哥老师回家臭孙 也可以 或者是 照顾一下先生 因为先生 受到这么大的冲击 好 这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在新加坡来说 大马上来听闻这件事也是一件大事 是啊 这么大事 因为新加坡是很平静的国家 这些这么大件事 真是十年不逢一个 是的 那什么事呢原来呢 一位新加坡的商人 涉嫌违反 对 对朝鲜的制裁令 结果呢 就是 美国就是 完赏500万美金去追辑他 都挺厉害的 美国就是 完赏500万美金 追辑一名 新加坡商人 他就被指控是违反 针对朝鲜的制裁令 做了些什么呢 就包括 是 扣过一手 游轮 运游船 就 将油 运输到朝鲜 这手 游轮都已经 被扣押了 当然 可能金仔都 因为听闻帮金仔做事 听闻这些回体国说出手都挺阔卓 始终是挺而走险 金仔听闻也是个爱憎分明的人 如果是 反叛他你就麻烦了 朝鲜这两天 就是 频频地射 一枚 导弹更加落在南韩领海附近 美国 敦促要严格联合 执行 朝鲜的制裁令 当然你只是美国执行 其他都要配合 美国国务院就提供 多达500万美金的赏金 就为了要掌握 这位叫做国际性 的 盛哥 盛哥的行踪 指控他 就将燃油 运到朝鲜 是船对船的转运来的 以及 用这些 空壳公司 进行 洗牙食钱 盛哥 这个邮轮就叫做勇气豪华 很有勇气 很有勇气 金仔做事真是有勇气 在美国制裁的底下 搞这些事 和金仔做事 你真是好 好事 当然 现在 美国是长臂管器 他们叫你这么多 肯定 是要 找到你出来 刮你出来 原来他2020年 已经 被 指控违反相关的制裁令 在美国 要求之下 遭到柬埔寨的 砸扣 联合国 联邦检察官去年 向盛哥 发出 这个叫做传票 聖哥其实 62岁 在新加坡 注册 经营系航运公司 他 现在当然 多人想刮到他 不过聖哥目前下落不明 并且发现 他曾经去过朝鲜 柬埔寨 台湾地区 泰国 和非洲国家 赫麦隆 加勒比海的 赌国都去过 挺厉害的 去了很多地方 当然 究竟金仔给了多少钱 他这么挺而走险 应该也多 不数 他收到应该是500万美金 不然也不会 这样挺而走险 因为他运游轮 应该赚多少钱 正常也应该赚多少钱 美国原赏的赏金也不少 证明他的价值 他的行踪 证明你的身价 这是第二则新闻 第三则新闻 来自澳洲 澳洲之前的执政党 就是 自由党 加这个国家党 就是执政联盟 当时 现在就不是执政联盟 没得执政 之前的 一位 摩总政府之下 一位高官 白明汉先生 现在我们说过了 其实他之前是相当地 叫做中国的 叫做英派 现在他又不是 果然 不执政 果然不同了 现在他就变了反对党 就是这个自由党 外交事部发言人 白明汉先生就说 澳洲 不应该和中国进行军备竞赛 你这么温和 不像你说话 他就说应该争取对所罗门群岛的影响力 原来 澳洲之前就捐赠了一些 叫做 警察的装备 和车辆 给 这个 所罗门群岛 另外北京也都宣布 对 所罗门群岛 的警察报 是捐赠车辆 大家都捐 其实都没什么问题 大家公平竞争 但是白明汉先生 他就赞同 我们国防部长马尔斯的观点 就是政府应该 专注于通过一系列不同的措施 作为 叫做 码回着所罗门群岛的心 令到他们觉得澳洲才是 首选的合作伙伴 这么温和 跟你之前那些人说的不同 你以前很鹰派 做贸易部长的时候 我最记得他说了什么 他就说 澳洲的东西全部 好东西来的不担心澳市场 澳洲的留学市场很好 不用担心没人来 现在 起码中国学生来少了很多 白明汉先生也说 我们当然不应该 进行军备竞赛 我们相信 这种状况是不可以的 希望和 所罗门群岛政府 和所罗门群岛的皇家警察部 进行合作 好像我们之前长期合作 就是这样 终于说人话 以前不是这样 不过有没有问过你老板达顿 达顿还是很鹰派的 他也说 我相信澳洲 对所罗门群岛的援助 是很关键的 我们将来也会确保 培训 文化 还有其他的 相关安排会到位 其实 北京就向 所罗门群岛 也捐了一些东西 除了澳洲之外 北京也捐了 啊 就有这个 何议员最喜欢 水泡车 还有车辆 还有电单车 副总理 兼国防部长 马尔斯 他 亦说 我们 要跟 所罗门群岛好好合作 当然 中国捐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有中国大使李明出席捐赠仪式 之前澳洲亦向所罗门群岛的警察部捐了 几十只先进的爸爸 和13部车 联邦政府 其实 亦没有想着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关系 超越中国 不过他们就希望所罗门群岛 将澳洲再次变成 安全合作伙伴的首选 当然 中国也说过没什么所谓 大家 都是对所罗门群岛的建设 帮助发展 没什么问题 另外 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东西 我相信也会有 其实 这个星期 向所罗门群岛的警察部捐赠了这批 警察装备 还有车之后 澳洲政府对于所罗门群岛总理 索加瓦雷 与中国的 安全合作伙伴关系 是相当关注的 澳洲联邦警察代理指挥官 Clinton Smith 史密夫先生就说 我们这些 叫做 警察的装备 提供更 强的能力 使得 所罗门群岛打击罪案 维持和平和稳定 但是所罗门群岛的反对派领袖 Matthew Well 他就说 澳洲 不是在回应 这个国家 警察部的一些 真正的需要 而是 为了 巴结未来的政治强人 索加瓦雷 因为他就觉得 选是选不赢索加瓦雷 他就说你为了巴结他 他 都是捐些东西去警察部 也就是那一句 其实 所罗门群岛这些国家 他又不拘 有什么所谓 有人捐赠 因为他比较 差一点的经济 这个 领导人为什么这么多声气 因为他与台湾地区关系相当好 相当好 更加 就说索加瓦雷投共 这几个东西 说这些都没用 最后来 如果对选 你又是输给索加瓦雷 我觉得 输了给索加瓦雷的话 这就等于乖以多 乖以多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真是麻烦 这个乖以多在 委内瑞丽 被捧为临时大总统 而且 说到一定要他上台 结果 现在连反对派的领导人 都不让他做 是不是应该这么说 西方要用你的时候 那就用到你尽 是不是 不用你的时候 拜拜 好 今次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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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 嗯